字幕提供 歡迎收看 哥只有兩個不會 哪兩個不會 這個不會 那個不會 因為什麼都不會 就要把自己重新歸離 努力學習 這樣一切就OK了 歡迎收看 哥只有兩個不會之 理財會不會 嗨大家好 我們今天邀請到一位老師 真的很特別 因為他對任何的卡 都非常有研究 不管是信用卡 遊戲卡 甚至幫男朋友 發個好友卡 不是啦 他對卡片真的很厲害 而且他的英文名字 叫做Tina 我們歡迎你們 Tina老師 哈囉 大家好 因為Tina老師我們剛剛講到 對任何卡片 都很有研究 除了另外一個外號 叫做卡Tina 不是幫某個視頻 打廣告 OK 我們來請我們Tina老師 來跟我們講解信用卡 然後針對哪個部分 針對繳保費的部分 喔 那 信用卡繳保費 有什麼好處 或是說有什麼一些權利 我們請我們Tina老師 幫我們做一些解釋說明 好不好 那信用卡的部分 我今天要分兩大重點 一個就是高回饋 但是沒有分期 那另外一個呢 是回饋不錯 但可以分期喔 這針對小職主 真的是一個很不錯的福音 喔 那 首先就是高回饋 對 有多高 比天高 最高最高有到3% 喔 我覺得3%耶 比我們現在銀行定存 還要高耶 還要高耶 對對對 蠻不錯的 那問題是你3% 應該有一些條件的設定 對 那我們首先第一張介紹的是 新展ECO永續卡 它保費回饋有到3% 但是呢 它的3%是1.5%加1.5% 其中的1.5%呢 它一個月的回饋上限 只有100塊 所以呢 這樣子最高的消費額度 就是6666塊 1.5%加1.5% 該會請我們Tina老師再說一下 其中一個1.5%就是無上限 那另外一個1.5%呢 就是每個月只有100塊的回饋上限 喔 所以它的金額最多就100塊 是這意思嗎 對 那最高就是只能刷到6666塊 喔 這樣子喔 就是新展的那個 這交保費 它有一些上限就對了 是的 OKOK 那我們請我們Tina老師再跟我們分享其他的信用卡 那第二張呢 是花旗的現金回饋卡 那它有2%的回饋 回饋上限一年是6萬塊 所以等於是最高可以刷到300萬 其實是等於 我是覺得是沒有上限的概念了啦 嗯嗯嗯 300萬那個應該是黑卡了吧 哈哈哈哈 哇 傻巴滿耶 那當然也是要看每個人的刷卡額度是多少啦 是是是 對 因為每個人額度是不一樣的 對對對 那它有推薦的嗎 第三張是中信的環遊美國運通卡 對 那它的現金回饋呢 有到1.68% 對 嗯 1.68% 這三張來講好像是裡面最低的 對 是這三張裡面最低的 對 那它也沒有什麼 就是 額度上的限制 喔沒有額度上的限制 對對對 好那我們再整一下喔 新賞的那個 ECO永續卡 它的保費有3% 但是它也分1.5加1.5 對不對 然後花期現金卡是2% 是吧 對那個最高消費300萬 那真的 算是沒有上限啦 嗯 除非是真的有些人刷保費 它的保費繳費有500萬 600萬這樣子 對對對 那可能就超過了 但是那個應該是金字塔頂端的人才 有可能啦 嗯 然後再來就是中信的 很有美國運通卡嘛 是 它是1.68%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不是在推廣 我們不是推銷信用卡 我們是很單純的喔 看大家有什麼一些想法 嘿 然後這三張信用卡呢 可以讓大家去選擇實用 這樣子 對不對 是的 看大家的需求在哪裡 就選擇適合自己的卡片 我們剛聽到我們天老師講說 高回饋 但是無分期嘛對不對 是的 有這三張卡片 還有第二部分呢 那我們期待我們下一集 再由我們的Tina老師 Catina 幫我們做一個精彩的解說 那如果喜歡這一集的話 麻煩均勻實質 點讚點分享 對 還有點什麼呢 小鈴鐺 答對了 那我們期待下一集再見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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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